最近一款儿童智慧手表Hero Watch 在十岁男童手腕上面自燃 造成了皮肤消烫伤 而消保官研判 是由于使用了旧版电池没有更换 加上有雨水渗入 所以发生燃烧 而至于其他的消费者可否退货 业者表示只能够提供免费检测不退款 可以追踪定位通话做健康监控 连温度检测也一手包办 业者推出的儿童智慧手表Hero Watch 功能多元伸受不少消费者喜爱 如今发生自然造成孩童受伤 消保官受理消费者申诉后 业者声称愿意赔偿 至于事故原因研判 手表使用旧款电池 因为大雨渗水量货 出世的第一代手表 原本密合度就比较不好 搭载旧电池防水性差 业者曾免费提供电池旧坏心 全台卖出一万只只联系上六千多人 但电池部分新旧全都有通过安规检验 现在NCC却回应 审验合格只是最低门槛 审验的当时它是一个新品 那三年多了它会有发生一些状况 到底是因为用户的使用行为产生的 还是怎么样都要了解清楚 产品有没有设计不良 是否寄出召回处分 NCC只说等第三方调查 结果出炉再讨论 不过同系列产品也陆续传灾情 密码怎么打就是进不去 还有人说手表佩戴平平过热 购买者人心惶惶 就怕成了下个受宅户 涌入业者脸书要求退货退款 手表无法退货 但业者说为了消除用户疑虑 HeroWatch系列全型号商品 免费提供检测及收送 而依现行法规 如果没有试证 能证明手表设计有直接的安全危害 要退款则有难度 记者传长弥祥 台北新北报道